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感觉很严格 严厉 对 这口令也很有穿透力 对 其实从两位的这个国网战绩来讲 这个伊拉克利的确这个经验比较丰富 是 二十九胜五负九次球队手 二十九胜五负九次球队手 对 因为像伊拉克利这样的运动员 我个人觉得他会比较吃我们国内目前这种中生代的运动员 就是因为可能很多打法上 比如说以自己的重击居多的运动员 或者说以自己的一个组合进攻 然后休息再打一个组合进攻 就是这种时间差拉得比较长的运动员 伊拉克利可能会更吃一点 就是如果比如说他遇到 我们现在这种新生代的运动员 就是越来越像欧洲的这种打法 就进攻比较密集 然后能够击打的落点又比较多 而且我们现在很多新生代的运动员 而且还能够自由地去换架的这种运动员 再加上自己步伐稍微一绕出来 连续地给打击 可能对伊拉克利来讲 就会在进攻端输出上可能会更困难 但是今天你看第一回合的比赛 就是他给人的感觉就是 我对手打得比较轻松 就是第一你的进攻没给我太多的内容 但是第二我的进攻呢 我想进就进我想出就出 这种很轻松 对这种刚刚说 易轩没有给对手太多 在进攻端的限制 而自己的进攻又没有彻底的打透 打进对手 所以对他来 易轩来说可能在打法上 就是略微的有点尴尬 是我们来看第二回合两位的表现 漂亮 对 这种时间差今天是他抓得非常好的 连续压进去几个后手 马上爆 这是惊艳啊 这压力也挺贼啊 对 这就是惊艳 对 对是需要这样的 好 易轩再次发起猛攻啊 对对手吃后手 那就多给他几个 对 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对 漂亮 后手接一腿 对 宇轩今天后手可以多打一些内容啊 对 后手的上钩 后支后摆都可以打 哇 伊拉克利这 对 抱头了 有点打杀带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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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稍微要喘息一下 对 下爱奇福漂亮 对 但自己的防守端别拿低啊 对 防守端还是要 走 走 不要联系啊 联系 联系 这是我们规则不允许的 对 我还就是一个下爱奇福 挺吸给得不错 上钩 来来 打杀带了啊 这样打起来 其实郁娟也挺累的 是 但是现在不知道 伊拉克利她在就等什么呢 这就刚刚你分析的 就如果她碰到我们新生代运动员的话 她可能不适应 你看她这是她的一个特点 她是在找她合适的一个机会 对 然后再去反击 对 而且自己还在拿反架啊 就是老是被对手逼到角落里面 在这个位置她还是可以去 起腿打自己的进攻输输的 感觉她 对 第二回合的进攻输输突然间压活了 对 对 还是有机会的啊 其实李宇轩还是给对手留了不少的空档在 嗯 看晃了一下啊 对 是 不太敢出啊 嗯 就是这种运动员就是特别吃密集进攻 就是你可能没有重拳被打到啊 就不像 而且况且 就说 李宇轩今天还是给了 第二回合一上来 给了连续的两个后直 嗯 加一个上钩 是 把对手的后手给压进去了 压给对手了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也会让 伊拉克利 就是内心当中有一次的忌惮吧 对 对 就是如果你要是打内围 打这种密集进攻的话 那你就要让对手有 在防守端疲于应付的这个感觉 是 对不然的话 其实是不太奏效 好 还有十秒 后手还是有一打 伊拉克利 然后 扫踢也可以去马上跟 整个第二回 一边 对 有关 你 这边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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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